那個眼神往旁邊看的那個感覺做得非常非常的殺 甚至連嘴唇的部分也有刷上一點點的淡粉黃色 頭髮跟這個帽子的部分我覺得銜接做得也很好 而且它完全就是仿造原作 大家好我是冰號指導我是JD 那今天呢我們來跟各位開箱一套我個人呢也算是今年非常期待的一套一番賞 就是我們這個 那這一次呢他登場的這一套一番賞裡面的配置跟組成 在當初我們接單的時候 就可以說對這個jojo粉來說幾乎是完全無雷 那至於無雷的點在哪裡呢 那就讓我們直接進到這個全開箱的環節來跟各位看看 這一次他在這個小場的設計上面究竟有多用心 go go 那首先呢第一個要跟各位開箱的是本次的這個Elosa 那他跟之前一樣是做成這種大型電板的方式去設計 配合在這個星辰遠征裡面 各個登場的這個替身其實都有對應在塔羅牌裡面的一個角色 所以呢他這一次總共24抽裡面呢剛好就是有22種塔羅牌 你有重複 有有有24抽22種啊 所以有幾張是重複的 像我們打開之後就有發現這個 陳太郎 這是白金之星的 這一張是有重複的 然後另外這一張 The War的 是喔 對 如果你有看原作 他們在這個 中間的時候登場的時候不是都會 跑出一張塔羅牌來代表他們 所以呢這一次這個設計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因為起初他圖片出來的時候大家還在猜說 他到底是做成這個小色卡還小紙板 我拿到之後這個大小我覺得是非常的滿意 因為這個完全就是非常的適合 表框起來或者是放在你模型櫃裡面 所以這一次L賞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屌 那就乾脆下來吧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我們這個K賞 那這一次呢他也是做這個經典時尚 橡膠吊飾組 那本次呢會說他無雷的原因喔 那我們來拆開看喔 如果你是這個JoJo的粉絲 有沒有覺得這個奇異的畫風非常的熟悉 波音哥兄弟 然後他的替身就是他會在他的漫畫裡面 可以預測未來 裡面的畫風都是非常的奇異 所以這就是致敬他們這個陳太郎小隊 在波音哥裡面登場的樣子 那其中呢還有兩款 是做成這個橡膠手環 你看他旁邊是用金屬的方式去做連接 那其中一款是這個 紫色影者跟綠色髮紅的方式去做設計 所以這一次有沒有 大家有感受到嗎 這個小賞的部分真的很猛 因為畢竟這些周邊 你之前是買不到的 所以這一次我真的覺得非常厲害 那就小心起來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本次的J賞 那J賞我也覺得超級猛 他雖然登場的款式喔 只有少少的四款 是做成這種筆記本的方式去設計他 那其中這兩款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波音哥的漫畫書去做設計 那就我所知他的內頁 其實是還有畫出一些在原作裡面 他預測的那個東西 那另外這兩款應該是比較少了 你知道 右邊的這款呢 是恩亞婆婆 然後他當初他們是要入住他的那個旅館 所以他們就有寫那個名字在上面 所以這本書你打開裡面是有他們 陳太郎一起入住旅館的時候 不知道那個旅客登記嘛 然後那時候陳太郎不是害怕他的名字如果曝露 可能會有那種會操縱姓名的氣聲 所以他不是還叫做這個那個什麼 空橋Q太郎 所以他裡面其實是有致敬原作 上面是有他們各自入住的這個簽名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很屌 那這一本就厲害了 你看中間這個是像白金之星 這是陳太郎的筆記本 那在原作裡面有什麼地方出現 我印象中是有一個壞人 所以他就有把他欠他的賬呢 一筆一筆寫下 然後最後好像我記得是一口氣 用白金之星歐拉了他好幾拳 他就寫在上面 反正就是有寫上他欠他的到底幾拳這樣子 寫在裡面 所以這什麼的用法 這個夢欸 這一次的小賞真的超級猛 那接著就要我們進下一口 好 那緊接著大家不要小看這一次的I賞 登場的尺寸這麼的小 對不對 在這邊要特別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也是這一次我在看這一套的時候突然發現的 其實他們有登場一個全新的這個小賞的系列 叫Master Life Collection 目前看他登場的方式呢 就是走一個在原作裡面 一些很重要的劇情道具之類的 像上次的死鬼面 那這一次這個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吧 在這個他們前往埃及的路上 遇到這個賭徒打筆 然後他就是要邀請他們去跟他做賭博 我還記得嗎 他一開始這是他的籌碼 一開始是空白的 你如果賭輸他的話呢 他的那個替身就會把你 捕捏一捏之後打進去籌碼裡面 靈魂就會被封印在裡面 身體就會變成一個空殼 那這一次他是採盲盒的方式去做推出 登場的款式總共是兩款 分別都是我們的二喬 跟這個波努納路夫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超級屌 比起抽一些這個經典時尚用不到的生活用品 這個我覺得反而更加厲害 那接下來我們接下來看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是本次的這個 也是出在這個 Master Life Collection上面 那剛剛我在這一個開箱的過程中 有非常極力的在回想 覺得這個車子到底是哪一個篇章 但是呢只能說對他非常有印象 但完全想不起來 所以在這邊如果有這個JoJo博士 是花青苑跟打筆比賽 所以也是賭博就對了 那這一次這兩體就是做成這個 塑膠材質的小車程 然後是可動的 但是真的可以玩的 它的輪子是可動的 所以整體質感上面是還蠻好 花青苑車上就有做上一點點綠色寶的元素在 然後輪子的部分 輪框也有做上色 打筆的部分 它的輪框就是金色 然後還有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裡面有附上你這個 小時候我們玩的 軌道車的時候不是都有些貼紙貼嗎 然後它除了裝飾之外 比較貼心的地方是 它可以讓你客製化你自己的號碼就對了 你不一定要繞著圓做黏 所以這個地方 我覺得也是還蠻屌的 那接著就好 我們進下一個 好 那緊接著 各位開箱 是本次的這個G賞 那它是設計成我們這個撲克牌 那從它的外包裝上面 就可以看到它是設計成 很有JoJo的這種風格 用這種黑白的線條 搭上它的LOGO去設計 所以這個紙盒部分 我覺得是還蠻酷的 那杯次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大家有看到 我們前面的那些小賞是不是 分別都有致敬的這個圓做的部分 對不對 但是在扑克牌的部分 就稍微是比較可惜 它僅僅只是用圓做的一些片長 的剪影印上去 所以以我個人比較喜歡那種 有沒有致敬圓做的小道具來說的話 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算是比較不合我的胃口 但是呢我覺得 如果你是這種圓做檔 就是你是一群這個JoJo粉 聚在一起的時候 對不對 如果你們對這個劇情裡面呢 非常有印象 就可以一邊打牌 你看像這就是綠色髮王 對不對 這張牌有沒有印象 這張牌就是當初他那個媽媽 那個鶴莉 然後發病的 然後他們要去找 Dior在哪裡 可是他那個指著 贏者印出來的照片 超模糊 所以就靠白金之心的那個超級眼力 看到那個照片上面 有一隻小小的蒼蠅 然後就把這個蒼蠅畫出來之後 查到是在哪一個地區的這個生物 然後才去找到 所以如果你是這個 這一代的這個JoJo粉的話 我覺得這個酷克牌最猛的就是 你一邊看一邊看 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聊 那個時候新陳遠征的事情 大家一起幹骨 就會覺得很開心 那其中呢 有兩張比較特別的 Joker 就是我們的這個Dior 哇這支就很帥 這是Dior的這個背影 然後還有兩張空白的牌 然後背面的話呢 就是做JoJo風格的這種卡背 所以呢這個小酷克牌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其實也還算蠻不錯的 我本來覺得還好 講著講著 發現幹骨幹起來還蠻爽的 好所以這個G賞的部分 我覺得還算蠻棒的 那今天就讓我們進到公仔賞的部分 好 那首先第一個要跟各位開箱的 是這個 他為了配合原作的這個比例 做這個一期 所以他整體的大小尺寸 目前看起來大概了不起 就五公分極限 那他整體呢 這一次給的規格 是做到這個MASTERLINE 好所以你可以去期望 他的這個細節做工上面 應該是還算蠻不錯 那不要小看這一次一期 他雖然尺寸比較小 就我們之前開箱過一期的 所有作品裡面啊 這一次他的比例算是比較符合原作 像之前我們景品有開那個都好大隻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配合公仔去做擺放的話 難免就有點突兀 那這一次針對細節上面啊 可以看到他圓形上面 其實是有下苦心的 一期身上 甚至你看他是有點轉向前面 所以在脖子跟腰間的地方 就有做出那種皮膚的皺褶 還有他身上針對像是胸部啊 脖子的地方 甚至是腿部上面 針對這種毛髮的細紋上面 都有把它勾勒出來 所以走的是比較寫實的那種感覺 甚至針對他臉部啊 鼻子跟嘴巴的邊邊 都有用刻痕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整體上色呢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如果真的要說他的缺點呢 除了這個尺寸之外 大概就是他這個頭部的粉件 真的實在是在下腹部 跟某些地方呢 看起來是稍微比較明顯一些 但是以這個 一般賞的市場定位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還算OK的 那其中還有附你一個這個小彩蛋 就一期在原作裡面 超愛吃的巧克力 所以他就把它做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巧克力部分 做的是還算蠻用心的 就是他整體的包裝材質 做的就真的很擬真 所以這個F賞的部分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完全的粉絲項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那就讓我們接下來看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 就是我們本次的這個 ESA 成太陽小隊裡面的 這個戰車的使用者 這個波魯納魯夫 那這一次他登場的這個戰力之 細節上面呢 其實如果你有追過我們前幾隻 這個Masterlize所做的JoJo的話 其實整體上面的做工細節 就跟那個Label是差不多 首先尺寸的部分給到非常有成立 就是扎扎實實的Masterlize 就是有到這個大概是20公分左右的大小 那整體的細節上面呢 就有做上非常多不同於景品的這個紋理 首先你可以看到皮靴的部分 就把它的皺褶做出來 一路延伸到褲裝的部分 針對牛仔材質的這種皺褶做得很好之外 你看他針對像是紋理上面 就有噴上蠻多這種黑灰色的上色 去讓他整體的層次感看起來 就有那種漫畫或動畫裡面的感覺 針對這個扭扣的部分 你看他這個是有用這種反光的方式去做 那上半身上衣的地方 就有配合他肌肉的這個紋理去把它刻畫出來 然後其他線條的部分我覺得做得也還算蠻不錯的 然後我覺得最特殊的地方其實是面部的表情 因為大家知道在所有的畫風裡面 啾啾的畫風最決定性的地方 我覺得是面部的神情 他對於漫畫角色在畫五官上面 是非常的這個荒布老師自己的風格 所以你看他針對面部的地方 像是一些凹陷的骨頭 或是一些紋理上面的這個形狀 我覺得描繪的是還算蠻仔細的 神情的部分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甚至連他兩側的耳環 也有特別用反光的方式去做 頭髮整體細節紋理上面 你看他是用一橫一橫的方式 去勾出他這個髮臉 所以呢這個公仔的還原度的部分呢 我覺得真的以舅舅粉來說是必熟的 無可挑剔 那就我們下一款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本色的這個DESA 穆漢莫德 那這一次你可以看到穆漢莫德 他整體的這個服裝設計 算是成太郎條隊裡面層次最多的 那因為層次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本來呢按照往常的慣例 我是不太會去期望他做太多的上升 結果不得了 這一次你看他不只從下半部皮靴的地方 只有做特別的上漆 還有把上面的紋路勾勒出來之外 你看他針對像是褲子這個比較白灰色的地方呢 也有做漸層的印譯 甚至到他中間褲襠的這個位置 該有的這種黑色灰色 甚至是這種裝飾品上面的反光上色 都有把它做到 所以我是非常開心 從今年開始啊 我們一路這樣一翻場全開箱開過來 至少在這個Label上面 官方已經很清楚了 玩家需要的是上色 在很強大的圓形底下 他們一定會在上色上的輔助 並不會讓我們再像以前有沒有 看到一堆這種塑料成型之後 實在是非常的廉價 那這一次你看他針對整個細節的Win上面 褲襠的部分啊 層次都做得很好 上衣的地方 也有把他這種肌肉的線條勾勒出來 外面這個大披風 也有針對上面的這個皺褲呢 去把它做出一些塵式跟紋理 尤其是從背後的地方看 你看他整體這種飄逸的感覺 做得非常的不錯 那面部的神情 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他這一次針對像是眉骨啊 或是一些臉部在用力的這個神情上面 所會產生的那個表情 描繪的都很好 而且稍微呢 像你看他在印堂的部分 也有把這個深色打上去 所以整隻角色公仔的這個神情的生動感 是更加的強烈 而且像莫凱莫德身上 有非常多的這個飾品 舉辦像是手環 或是這個非常誇張的項鍊 如果你這個黑鎖的上去輸贏 他這條是最短條的 這差不多 所以這次公仔給的規格 我覺得是非常滿意的 而且我剛剛仔細看才發現 這不是金項鍊 你知道嗎 這是他的耳環耶 他的服裝設計很厲害 這耳環哇 這耳垂不會痛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Joco他的方物老師在設計上面 真的很有他自己的一手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是非常的酷 那針對像是頭髮一些細節上面 真的不需要再贅述 那這一次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你看 他不需要腳層其實穩護性也挺好 所以這一次公仔給的規格 我覺得是非常的滿意 那請讓我們進去看看 那緊接著要是各位開箱的就是我們的C檔 就是在原作裡面我們這個二乔 然後已經變成爺爺的這個樣貌 那我其實起初看到二乔這個角色呢 在這一部登場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他這種整體的造型 有沒有覺得很想要 致敬這個印第安娜窮斯那種探險家的感覺 所以他身上整體的這個服裝的 顏色的色調上面就是比較偏這種土黃色或卡其色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體的細節上面 從皮靴的地方用色跟車線上面 做的就比較old school 的那種方式去設計他 配合上來呢在上衣跟服裝的地方 你可以這一次看到 他真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說 他不會再用單衣的顏色去呈現 基本上該有的皺著味都把它做出來 而且很驚豔的地方是 你看他就連腰間的這個皮帶啊 做起來這種擬真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上衣的部分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面部的神情真的才是近期這個系列最高竿的地方 他一定不會像是在這個景品的表現上面啊 是用比較光滑或是基本上大概的角度做完就給過 這一次他其實你看像是我們的二喬是比較老年的 所以他甚至在鼻子的兩側啊 嘴巴臉頰的部分都有特別把那種 因為老化而鬆弛的皮膚的那種感覺勾勒出來 甚至連魚尾紋他都有特別撇出來 所以針對面部神情的這個寫實感 描繪上我覺得做的很不錯 然後再來是他兩側的這個手套 他就有特別把他這種魔損的感覺呈現出來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細節 好所以這一次這套公仔我真的認為等一下我開箱呢 應該沒辦法用太多的詞去形容他 因為他真的就做的非常的不錯 基本上沒有什麼好挑剔 好我們就用這個 我廢話的時間多丟一些畫面讓大家看 應該就知道了 那記得讓我們進下一款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我們的 BISA花精苑 也是在原作裡面這個綠色髮黃的持有者 那這一次花精苑他的站姿也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他的服裝呢在原作 你有沒有發現JOJO的每一個角色 會讓你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是 他們儘管來自同一個小隊 不會像你在有些動漫裡面 他們的服裝其實都在同一個時空背景 或是一個風格底下 JOJO其實每一個都非常的跳動對不對 但我們的花精苑 他是不是就完全是走這種學生風的感覺 所以呢他那個每個角色上面 獨立的這個性格啊 跟鮮明的這個設計感 給大家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那這一次花精苑的部分 你看他就連從皮鞋的地方 他走去比較尖頭的方式去設計 那你從皮鞋就可以看到上面 針對這些紋理的部分 處理的是非常好 那花精苑他因為整個身體呢 都是比較偏向單一的顏色去做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範圍的這個綠色 那往常來說呢 這種單一色調的角色呢 如果沒有在這個圓形上面 做得很好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單調 那好消息是這一次他特別 就有把他這種風往前吹的感覺做出來 你可以看到他的褲子 是往前勾肩起來的 然後整體的皺褶流線都是往前跑 然後在這身體的這個細節上面呢 他這個黑色下手我覺得下的蠻重的 那因為墨綠色本身的顏色就是比較偏深色系 所以配上這種綠色的感覺去做 其實整隻公仔的這種消光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那針對像是你看他 比的這個手勢的部分 上面也有把指甲啊 甚至是背面的這一些血管做出來 所以基本上是這一次的圓形 是完全不需要去質疑他 那面部的神情的部分 我覺得做得也非常的不復 頭髮的髮流做得也很好 那接著我們進下一口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是 本次的這個A賞 也是我們這一代裡面的主角 這個空調成太郎 那作為這一代會非常受歡迎的原因 我覺得跟這個主角性格有強烈的觀點 我相信很多這個啾啾粉 應該心中的男神都是我們的這個成太郎 那成太郎也是作為我們這一套開箱的公仔裡面 數一數二算是作品比較多的 像是他就有登場在這個 之前有這個SMSP也有出過他 所以比起前面我們開箱的角色 他算是在同等級的鏡譜裡面比較多的角色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動作的選擇上面 基本上至少就比起招牌的這個姿勢 變得比較硬挺一點 因為我們對空調成太郎的姿勢 我印象中他是比這個姿勢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走的就是比較冷酷 他在原作裡面剛登場的那種感覺 那服裝也是採用比較當家的這個 學生服的方式去設計 那他的褲裝跟剛剛的這個花精淵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穿這個學生服嘛 所以為了表現出西裝褲的這種硬挺感 特別在這個皺褶的地方就有做小件 因為我發現在荒木老師繪畫的風格裡面 偶爾會給人家一種類似抽象畫的 有沒有他用的線條上面 會用比較多人人角角的方式去誇張的呈現 所以在這個圓形上面就會看出這種感覺 那針對細節上面的紋理做的其實也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你看到他中間的這個褲帶 也是用剛剛他這個爺爺一樣 是層次的有比較有層次的圓形去呈現他 所以這個地方就加分了非常多 那針對上半身成太郎這個壯碩的身材 他特別把這個T恤的服貼感做得很好 上面的皺褶也可以有效去帶出 陳太郎壯碩的身軀 然後再來是他比較特殊的這個上翼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右邊有一個很大型的這個 金屬的這個鏈子 那非常遺憾的是因為剛剛 他上面其實跟PVC一樣是有黏一個 防止磨損的那個腳步 我剛在拆的過程中太用力 結果他下面就斷掉了 真的 褲脆弱喔 對他超級脆弱 所以在這邊也是要順便跟大家說 其實要小心 那從這個配件上面就會看到 他整體細節做得很好 上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角色本體的部分我覺得做得也非常的不錯 尤其是神情的部分 他那個眼神往旁邊看的那個感覺 做得非常非常的沙 甚至連嘴唇的部分也有刷上一點點的淡粉黃色 頭髮跟這個帽子的部分 我覺得銜接做得也很好 而且他完全就是仿造原作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帽子 就是直接連著這個頭髮 所以呢在這一個眾多的作品裡面 其實我個人算是還蠻喜歡這一次的形象 那接著我們進最後賞 好 那緊接著要跟各位開箱的 就是我們本次的這個最後賞 我們這個大魔王迪奧 那這一次迪奧整體的造型 黃色用的是更加鮮亮 一樣針對像是金屬靴的部分 是用這種類似埃及風格的黃色去呈現 那上衣的地方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很奇怪我們剛剛開箱下來 他們基本上的上色跟消光打得都不錯 那來到迪奧的身上 因為他是比較單一又鮮亮的顏色 所以儘管其實他真的有 就是他在作者的地方是有打上比較深橘色的方式去做他的陰影 可是我問你你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對不對 整隻就是 就看起來是一個頭一個顏色 沒有像剛剛那種對比感那麼強的感覺 然後所以他整體公仔拿起來的這個質感 我覺得跟剛剛就稍微有落差啊老實講 那儘管他上面針對一些細節的設計一樣非常的好 而且我們迪奧依舊非常的大包 你有看他特別有把作者做出來 這個俗女的福利的部分 這個他是有顧及到的 但這次迪奧有一個其實在網路上討論比較高的地方 是他這一次針對面部的神情 因為他的眼神已經是往右前方去看 然後微微的在嘴巴邊還要做出那種 有點邪魅一笑的感覺 反而呢導致整個公仔的面部的五官排列上面 稍微是有點怪 看起來我覺得是有點醜啦 因為他整個鼻子啊嘴巴臉型變得有點太尖了 然後再加上他眼尾的部分勾得很大 所以看起來反而我覺得還原度上面是不太性啦 那大家也知道其實一隻公仔的面部表情 就是貴為他的靈魂 所以在這個先決條件底下又是一樣 都是有Master操刀演出在一番賞上面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這個尾場算是這一套裡面 我覺得最不喜歡的椅子 那今天就讓我們進階段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本次 針對這個JoJo最新推出的一番賞的全開槍 那大家看到我們桌上這個一字百開 有沒有覺得他不論是在這個整體的造型上面 圓形還原的很好之外 動作的表現還有公仔的尺寸說真的是 讓人非常的滿意 而且這一次最棒的地方是他整套的小賞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這種致敬原作的元素 Master Life Collection 就是他其實沒有什麼屁用 就是他不像以前可能可以當杯墊或什麼 但至少那種原作裡面才有的這個小配件 說實在話你除非訂做你花錢也很難買得到 大家可以透過這種一番賞的渠道 變成一個正版的商品去做推出的話 我覺得以粉絲來講會滿開心的 所以這一次這整套一番賞的 除了最後賞的Dior 我個人算是真的比較不喜歡之外 其他我相信你如果是粉絲應該都會非常的開心 近期真的 欸今年的這個全開槍從日本回來做 我會發現他們是有在這個企劃上面 越來越有趣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分享到這邊的影片 歡迎分享到這邊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